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枪法 炸弹已经被启动了 你必须在六十秒之内把锁打开 如果锁没有被打开的话 炸弹就会自动 不 在一串钥匙之中 只有一把是可以解开锁的 与此同时 你还要回答我的问题 首先 全民突击 三种六几款枪型 四款 第二题 全民突击中 敌方的名字叫什么 眼镜蛇 很好 第三题 你每天会花多少时间打游戏 三个小时吧 第四题 完全民突击的最高纪录是多少 不记得了 太高了 第五题 如果在最后一刻炸弹没有解开 你会怎么办 我就走 我就走了 六五四三二一 好 远离这个地方 果然是英雄 掌声鼓勒 让我们欢迎战胜版吴一帆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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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民突击 战胜蛇 哇塞 你今天这个表演实在是 可以吗 很帅 是不是很帅 今天在这版拯救了我们 不客气 有没有受伤 没有 没有吧 他是不是欺负你们了 对 他把我们关小黑屋里面 那种坏人 坏人竟然怎么 我们就好好虐待他下 把衣服扒了 衣服扒了 起来了 起来了 戏也很好 戏很好 戏很好 被战神反夸戏好 不过你知道吗 今天是一个大日子 今天是我们全民突击的 这个大牌驾到 你也是全民突击的代言人 对不对 你刚刚说 你平常花三个小时 在玩手游 差不多 差不多 真的差不多 片场什么干嘛 都会拿起来就玩 而且很多人一起玩 所以你是一个非常好的代言人 因为你自己本身就很投入 对不对 称职的 你跟我们 因为可能有一些网友 都知道这个全民突击 你去全民突击 最新秘密你的地方 最好玩的地方在哪 杀人 爆头啊 爆头爽快 平时在这个生活中 无法体验到的这种生活 可以让自己感受一下 我相信这个 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 尤其是这种男的很热血 当然女孩 比如说跟男朋友分手是吧 就把那个对象当成那个 我想问一下 但是我也特别喜欢 那种爆头杀人的感觉 是吧 但是一直被杀是 就是那种状态的动静 为什么 为什么 手上你都是我 到底我是做错了什么 其实我们平常呢 要以和为贵 对对对对 但是在游戏当中 才能有那种快感 对对对 游戏呢就是一种发泄嘛 非常的好玩 这看到两位双胞胎啊 你们也是这个全民图籍的爱好者 对不对 是的 狂热爱好者 狂热爱好者 这从吴亦凡出来之后 他俩的笑容啊 都快要裂到那个太阳穴的感觉 很狂的感觉看不出来 但是很热的感觉 是可以体会得到 是的 今天我们现场也来了 吴亦凡凡凡的粉丝们 你们好 好 哇 好的 看到这个吴亦凡凡 为了这个全民图籍 其实你剃的这个 这个头也是掀起了一阵的话题 还挺符合这个游戏的感觉 对啊 然后真的让那个坊间 以为你是要去从军了是吗 对对对对 当时有那么一个 因为我刚好要饰演一个角色 是唐僧 对啊 所以必须要把这个头剃了 好不一样哦 一个是战神番 然后另外一个是善哉 善哉 对对对 是的而且更有意思的是 就在我拍唐僧的同时 我还在玩全民图籍 是吗 对一边演唐僧一边 所以你是两面都有对不对 所以每次抱完头的时候 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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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那我想要看你这些装扮 然后很帅的这样子走两个 两步台步 然后敬个礼 好呀好呀可以吗 想不想看 尖叫声在哪里 对对 对了 好来 对一个镜头来一个 战神番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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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前他们好像好像有有大概两个 哈 一米三哪 好了我觉得他们说的都不准 三有点夸张感觉 粉丝们还跟你说 哎哇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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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不自量力啊 啊 啊 你怎么敢跟吴亦凡比腿长呢 那可以比其他的地方啊 对不对 哈哈 比如说胳膊 哈哈哈哈 是吧 那先量你的腿有多长好了 好啊 好不好 好来我腿在这儿啊 对对 你在这儿是吗 对 好从腰开始 从腰开始 我帮你到鞋底吧 好 106 好来 我大概在这个地方吧 那腰是吧 哈哈哈 这是 对 对对对 刚才那个是多少来 很准啊 115 哦 可是厚掉鞋子的厚度差不多是 对 113 对 当然也有可能又变成 好的 恭喜恭喜啊 来来来 你接下来继续来来来 对 对 不用了 好了 就吴亦凡的这个大长腿 我们来跟大家所有微博的朋友 来互动一下好不好 好 你也这个容称为微博王了嘛 对不对 所以今天呢 微博博王 对 微博博王 King of the 微博 所以今天呢 在我们大台下到的微博当中呢 我们邀请所有的这个微博的朋友们呢 跟我们一起来比大长腿 好 第一个feel要什么样的feel 第一个 要不要好好好好 食尚一点 食尚 pew 好这样好 就是封面感觉那种 对封面感觉 好来喽 来先食尚 pew 好换一张这样 哎呦 哈哈哈哈哈哈 就可以 浪账好了就好了 对你这不太方便 我觉得可以 可以吗 可以 OK吗 就这么冲显条件 来吧 来吧 好 好 第三张我觉得要搞笑 好好好 这个 好了 好 发送了 我们等一下呢 就会让那个凡凡帮我们选出 他觉得挑战我们这个长腿照片 最成功的微博朋友们 我们会送全民突击的大礼 哇哦 对 其实本来真的是一个非常称职的 那个代言人 因为我私底下就知道 其实你真的花很多时间 在玩全民突击 是的 对不对 对 你觉得这游戏最吸引的地方 除了爆头之外 你是用你自己的身份在线上 还是你会隐姓买的 没有没有 当然要隐姓买的 要不然会拉仇恨 我怕别人老爆我头 对 对 因为其实好玩主要是因为 能很能打发时间 因为现在这个手机游戏嘛 随时可以玩 第二是我在的很多剧组里面 都有很多人在玩 这个是很出乎我意料 我觉得特别的开心 作为代言人 能够看到那么多人玩这个游戏 有没有哪一个艺人朋友 是你知道他的功夫也挺厉害的 比如那个韦霆啊 陈韦霆 对他也玩 对我们一起玩 会较量一下 对 前段时间那个让林更新玩 他不玩 为什么 他应该玩不过我 才不玩 而且林更新他也很可爱 但他虽然也是那种大男生 但他本身好像我觉得有 蛮有小老头的那种感觉 虽然平常可能是喜欢喝茶 跟下象棋的那种是不是 他玩另外一种类似 对 他撸啊撸什么的 对 是的 好了 今天我们现场也是很有 全民突击的feu了 而且我们又有这个漂亮的双胞胎 来报上自己的名字 大家好 我叫孙宇萌 是姐姐 大家好 我是孙宇彤 师妹妹 然后是腾讯用宝的完美女主 你们两个就是江湖人称的网红 是吧 好的 竟然网红已经在现场 而我们今天那么帅气的 战神凡也来了 倒不如 我们就来玩一个 吓人 害怕 真人互动的游戏 敢还是不敢 敢 敢 可是有肢体的接触 而且可能会有一些突破 现在我们就开始吧 哈哈哈哈 游戏规则 战神凡小招 分别于两位美女战士 分为两队 分别蒙住眼睛 通过美女战士指引 穿越人形墙之后 飞镖 杀气球 在一分半钟之内 完成的最好 气球爆破数量最多者 获胜 赢的有什么呢 各位 一百万的奖金 没有 但是我们有一颗荣誉的心 赶紧为我们的战士们加油吧 好 来 两位男士 请把眼睛蒙住 我先过 你先过 你先过 好 我先过 告诉你 你们要认清自己女伴的声音 不然会听错之规 你说句话 哈喽 小心 可以 你说句话 哈喽 我这个蒙蒙啞 阿阿姐 无法认清女伴的声音 太吓了 而且她们是双胞胎 太吓了 太吓了 好嘞 继续一分半 自求多福了 开始 又又又继续 继续大步走大步走 什么 可以往前一点 可以先过去 可以先过去 再蹲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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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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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强 好了 可以抱 一定要站这条现象 好 加油 可以吗 可以了吗 可以摘了吗 可以摘了吗 小张哥加油 他已经到了 赶紧 没事 我们稳稳的 稳稳的 在这里 稳稳的 一个一个 这还蛮好玩的 三个一起 不给小张 不给小张 懂吗 不给小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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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腰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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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大塌子 哎 谢谢啊 好 最后15秒 没练飞标 好 能不拿完 漂亮 哇 哇 五 四 三 二 一 时间到 你是想要干嘛 你为什么要把枪拿起来 好像有什么惯 你想要设施 怎么办 好的 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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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一下小周呢 还剩下几颗气球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二 哈哈哈哈 好小周这边还有二十颗气球 好 哈哈 来看一下凡凡这边有 一二三四五六 哎 四 但是雅姐有没有记得 他有一颗气球是我扎爆的 谢谢 哈哈哈哈 啊 好 有这件事吗各位 哎 好的各位 凡凡这边呢剩六颗气球 小周这边呢剩七颗气球 所以恭喜战神房获胜 耶 哦 哦 没错 这就是一个弱弱强识的世界 而且 你输了 好 那我们现在呢 要请凡凡可以坐下来 跟我们聊聊天 也谢谢两位美女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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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呢 我们已经有很多的这个朋友 在微博上跟我们互动 而且也剖上他们自己大长腿的这个照片 嗯 来来来看一下 好 哎呦 哇 对 这个还蛮有心的耶 哇 哎怎么都可以这么厉害啊 立刻都是剖出跟你有关的照片 是啊 哇 这是 这是拿腿当枪是吗 这个 真的 这个厉害 是 网友放来的评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咱们来数落一番吧 这腿够我看一辈子 小爷出马 什么漂亮女生都黯然失色 吴亦凡的腿叫跨年 咱们的腿都叫滚年 发现我们家二凡越来越多 这是要丢掉偶像包袱的节奏啊 互动库 差评 早晚拿订书机 给你订上 这腿是要你听啊 你咋不上天呢 来云战战神凡 晒大长腿的网友们 也是五花八门 各显神通 各种美腿诱惑 看的小编我实在是 鼻血呕吐 一起喷呐 看来我们的战神凡号召力 真是杠杠的 凡凡你要帮我们选出三个大床腿 这是我自己 就这个了 就抽这个人 谁发的 选一个第一张那个男的那个 这个 对 这个一个 有一个我觉得也不错 那个跟狗狗比腿长的这个 这个嘛 而且你喜欢就这个了 就他了 对 好 恭喜这三位幸运的朋友 给做的 给你一个礼物哦 樊樊 我觉得你从14年啊 回来之后 是 就整个人其实变蛮多的耶 对 还是挺多的 现在比较随随随随性了有点 太随意了点现在 他们说我现在没有偶像包袱了 也不需要吧 其实也不需要了 对 我也不觉得我是一个偶像 感觉我是一个 小爷 最不配当偶像的一个偶像了我 这是小刚导演给你起的名字 对 小爷 小爷 小爷你是为什么会这么喜欢这个名字呢 我觉得很有血性啊 很热血 而且感觉很真实吧 会让人觉得有个性一些 对 因为其实就是相比于小鲜肉来说的话 我更喜欢小爷 对 我觉得你现在已经是从那个男孩 然后跨越到男人的这一步 第一步已经踩稳了 对不对 终于得到认可了 我是一个男人了 来 你平常觉得是个爷们 代表那个爷字的 在你的个性里头 你觉得是什么地方可以凸显出来 首先要这个负责任吧 然后要懂规矩 对 我觉得男人应该要守规矩 然后这个 这个蛮有意思的 尤其是从你的嘴巴里面说出来 是吗 对 害羞 但是我觉得其实 做人应该都要有一个规矩 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我觉得 就是人应该要在这个规矩 守着规矩 然后在这个圈圈里面 可以有自己的个性 可以有自己各方面的东西 但是不要 但没有规矩的话就乱了 所以我一直以来就是 因为我受的教育也比较传统 妈妈教育也比较传统 虽然在国外待过 但是我觉得这个 还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就是什么叫规矩 你是讲说12点前要睡觉吗 没有没有 是这种规矩吗 我觉得更多的是就是 一个人的为人处事吧 比如说这个 遇到这个前辈啊 长辈啊 要有礼貌 要有礼貌 然后要给别人尊重 我觉得 对每个人都要有 因为你给别人尊重 别人才会对你尊重 不要目中无人 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 就一定要 一定要懂得去尊重别人 类似这种 这种都算是规矩吧 我觉得这个还 让我觉得挺感动的 因为你现在呢 就是要说你是很火红 那绝对是当之无愧 对可是你心里头 还是会把这个规矩 当成你做人的一个准则 对对对很重要 难怪是小爷来着 所以你在圈中的这个 人缘非常的好 天蝎做的你一过生日 然后在微博上 可以想象的就是这个 娱乐圈的半壁山 都给你献上了祝福是吗 心里面是不是很感动 对对对很开心 就是因为刚好 其实我那时候发一首新歌 对白哥一起发的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 有一些朋友 我就说可以听听我的新歌 然后有些朋友是没有说 就也会去帮你转发去支持 所以特别感动 我觉得就是真的要感谢每一个人 反正大家有什么事情 我一定会支持 有一个人我很好奇 就是王思聪 聪哥 聪哥 我也看你在微博上有跟他互动 是 但是你知道吗 就是王思聪先生呢 他在这娱乐圈是非常出名的 讲话很直接 然后对所有的艺人呢 多半是这个毁育参半的一种批评 但是只有少数的几个艺人 从他嘴巴里面说出来呢 是很正面的 我想要知道你是怎么样跟他 就是变成好朋友的 坦白说我也知道 你之前说的这些东西 就是是很直接的一个人嘛 其实小刚老师也是特别直接的一个人 对 但是就这种人普遍是 不认识不接触的时候 会有点距离感 有点担心 真的 包括我跟小刚老师拍戏之前 我也很害怕 我觉得说会不会很严厉 会不会很吓人 但反而这种人你接触完之后 你会发现其实相处起来 还真的不一样 他们虽然直接 可是是很简单的 很直白的一个方式 只是说他的那个性格 就是这样的 所以其实作为我来说 其实还是秉着刚刚那 就是尊重每一个人 然后凭着真诚去交朋友 可能在他们眼里 在小刚老师的言语 你就是一个 还是一个男孩 对对对 然后是一个小爷 然后在王思通的眼里 你可能就像一个弟弟一样 是吧 差不多吧 对 我觉得这几年呢 你放松一方面 可能就是你在娱乐圈 交了很多的朋友 然后还有就是 所有喜欢你的朋友 给你的支持 对对对 我觉得参加真人秀 对你来说 也算是一种放松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步吧 完全豁出去了 真的 对对对 可是很多人也因此 对你路人转粉 对吗 那还好 我反正我特别没有形象 特别没形象 特别没有包袱 我觉得一开始是不是 身上还是背着偶像包袱 然后一点一点把他给丢掉 对后面就没了 因为其实坦白说 刚进这个行业的时候 真的很不了解 然后自己会给自己定一些 莫名其妙的一些 框框架架 让自己变得很累 后面自己会就是 像是什么 框框架架 就比如说你刚刚说那种 就是包袱呀 觉得自己一定要特别的帅呀 24小时要保持 这个会让自己很累 而且不太真实吧 我觉得 因为前段时间我也觉得说 这个我不希望把这个东西 听到特别表面的层面上面 就是包括他们对我这种支持跟喜爱 我希望不要只是因为这个外表 我觉得这个太 就有点太简单了点 也太不符合我的这种性格了 我希望是能够靠 真的靠作品吸引他们 把他们留在标注 来支持我们 所以可能这个外表呢 是让大家注意到你的一个很大的帮手 但是到了一个阶段之后 反而是你最需要突破的一个点 然后你也在做到 在努力 2016年的我们会看到 你会有很多很多的作品会推出 对 而且都是跟一些就很棒的导演 运气也很好 因为遇到了一些就是 可能可以在过程当中 让你学习许多的导演 对对对 像从一开始就是徐静蕾导演 然后后来到了周星驰 大家都说他私底下很严肃 你真的是这样吗 完全没有 我也觉得 我昨天还跟他在那个微博之夜 我没有拍 他颁奖给你吗 对 好开心啊 我的偶像给我颁奖了 对 我觉得他是完全没有那个 而且我觉得 我觉得是大家对他当导演的那种 对对对对 那种感觉形象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坦白说导演真的 如果你不把控好你的作品的话 那是很大的问题我觉得 就你要震得住场 对啊 而且你需要很清楚你要什么东西 如果这个东西不是你想要的话 你确实是需要说让人调整 这个表演的方式各方面 所以这是很正常 但私下真的我完全觉得 就是特别的亲切 心也老是叫吴总 吴总 吴总觉得这个怎么样 吴总很厉害啊吴总 就非常的亲切 被他夸你一定觉得 哎呀 很开心 很开心啊 对对对 真的 那徐静雷导演呢 特别感谢徐静雷导演 他也算是我的一个启蒙老师 让我步入这个行业 有演员这个身份 所以演员也是一个很妙的工作 因为除了你是体会 不同人的人生之外 你透过这个导演 你会感受到不同的这种 情感也好 或者是这个演技也好 就导演给你的一种讯息跟传递 对 这让我觉得 特别幸运的事情吧 就是能跟这么多好的导演 有机会一起共识 一起合作 我觉得凡凡呢 很可爱的一点就是 我们大家都看到的 就是他呢 其实一直在突破跟改变 发现你很多的这个可能性 我觉得你的长相 其实也可以一振一挟 对对对 对对对 就是你可以在演技上面 可以诠释很多不一样的角色 造型也是 好像你的造型也是一直在改变 对对 我比较喜欢这种就是突破的东西 而且我觉得就是 因为还年轻嘛 我希望多尝试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不断地接受新的事物 保持一种新鲜感吧 哇 对对对 各式各样 有没有哪一个造型是你觉得 哎 就谁没有过去嘛 谁没有过去啊 还好吧 我都还都还可以 都是我自己在某些方面喜欢的 那有没有哪个造型是你觉得 你真的死也不会尝试 哎呀我暂时还没有哎 暂时还没有 而且真的尝试的挺多的还好像 所以如果有party是比丑大赛的话 哦 没问题没问题 我一定扮得特别丑来 对对 你觉得你会扮什么 可能搞个那种什么 就是那种爆炸头之类的 然后大胡子啊之类的 类似的吧 如果是扮女装但是很时尚你也OK 完了我想起来了 我刚忘说了 女装我不接受 真的假的 我不想扮女装 因为我是小爷啊 哈哈哈 不行这个 对啊对啊 唯一我不太能接受的就是这点 真的吗 对 如果如果比如说是啊 周星驰导演的戏好了 哦拍戏啊 啊没问题 拍戏没问题 拍戏没问题 真实现实生活中 我是绝对不会这么做 那如果时尚大片呢 就穿着裙子可是是拍的那种很时尚的那样子 哦 哦 你又动摇了 动摇了 又动摇了 如果穿丝袜呢 丝袜就真的真的算了 哈哈哈 真的算了 其实还是蛮man的哈 对对对 你觉得你温柔的地方会表现在哪里 温柔的地方啊 我特别喜欢女儿 小女孩 啊 对我是女儿控 我说以后结婚一定要生一个女儿 嗯 对如果生一个儿子一定不是我亲生的 哈哈哈 这么严重啊 哈哈哈 因为我 对我特别喜欢小女孩 看到小女孩就把持不住 心中的 就会想要跟他玩 下次那个带我女儿跟你玩 好 好 好 我看看我女儿看到帅哥的反应会是怎么样 哈哈哈 而且你对妈妈也很照顾对不对 嗯 还好 还好 哈哈哈 就是妈妈好像现在也开始就是对你的工作啊 什么的会给一些建议啊 嗯 对 她会跟我说她一些想法吧 那你会不会就是妈妈帮你很多忙 然后你会过去抱抱她什么的 我老是求抱抱 我一般都不太理她 偶尔吧 偶尔吧 有的时候出远门的时候 出差的时候就抱一下 因为可能一段时间不见面的话 拍戏干嘛的话 平时还是不会 对 我懂 我第一次跟我爸说我爱你的时候 也觉得很恶心 肉麻 但是后来觉得其实 因为有时候你对家人的爱 你反而很难表达出来 就觉得说要练习 后来我不管到哪工作什么的 我只要打电话回家 挂电话前一定会说 爸爸我爱你哦 然后我爸也很享受 对对对 这个挺好的 所以妈妈求抱抱的时候 给他抱一下 好 小爷 好 你看他的表情 他就是每次挂电话 全爸爸我爱你 他都 嗯 哈哈哈哈 内心是这种感觉 对 我今天就是跟那个反弯聊天才发觉 他真的很严闷 对 很man的那种那种想法 而且他很坚持嘛 就是这个东西确实我接受不了 对就是一个纯严闷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跟你快问快答了 好 而且这个快问快答你会觉得很愉快 因为一边玩全民突击 然后一边呢我来问你问题 真的吗 对 现在玩吗 现在玩啊 来吧 他刚刚在开始之前就说 放狠话说我要让你们见识什么叫枪法 好快问快答哦 抱头死了 第一个 如果选择一个明星在全民突击里头进行PK 你会选谁 陈伟婷吧 听说你是睡神 请问最长的一次睡了多少小时 15个小时吧 然后你最喜欢自己身体的哪个部位 我是喜欢我的手 你自恋吗 会常照镜子吗 一般般啦 一般般啦 你觉得生活中的邓超 红小刚 周星驰 谁最幽默 每个人都幽默 但都不太一样的幽默 如果有一天你做女人 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找一个像吴亦凡一样的男朋友 好会说呀你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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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七个死一次 好厉害呀 再来一局我还没有那个还没问完 你这个抱头太快了吧 有人不讨你的字你生气吗 不生气 我承认很丑 如果有人当面说你智商感人你会怎么回应 你也很感人呢 哈哈哈哈 你觉得自己最大的弱点是什么 心软 哦 吴凡高二凡吃货 哪个名字最适合你 呃 呃 呃呃吃货 吴凡高 呃吃不到 哈哈哈哈哈哈 好了快玩快打已经结束了 掌声鼓励一下 那你觉得吃货就是很爱吃的 太爱吃了太爱吃了 我这段时间都已经长胖了已经 但是我要声明一下 我这段时间是因为我在练健身 啊 因为我后面要为我的一个 像运动做一个准备 哎呦 所以不要嫌弃我胖好不好 你说练健身 所以它要有一个长长那个肌肉的过程 对对对对对 因为没有脂肪就没有肌肉 需要用脂肪转化成肌肉 啊所以就尽情的吃吧 对尽情的吃 最爱吃什么 哎呦我多了 小时候爱吃回锅肉 啊 现在什么都爱吃 除了香菜跟鱼 来北京的时候最想要去吃的是什么 必吃的 呃北京啊 烤鸭吧 烤鸭 对对对对 那你还蛮喜欢吃那个那种传统的小吃的 对对对 炉煮啊那种我也喜欢吃 哦 好了 吴亦凡就是一个吃货 是的 能吃能睡 然后呢 对事情呢也非常有自己的规矩 是不是 是的 纯爷们 那今天呢是全民突击的周年庆 对对对 也是你这个非常称职的完成一周年的这个代言人 嗯 还要继续给我们的代言下去 嗯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有一个 为全民突击来庆生 希望可以透过手游呢继续抱头 让大家可以宣泄一下情绪交交朋友 好 好不好 来我们上蛋糕 耶 哇 好用心吧 全民突击大牌驾到 今天在大牌驾到里面呢 我们请到全民突击的代言人 战神凡凡凡 然后呢要请他 这个给我们切下一周年庆的蛋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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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 谢谢大牌驾到官方微博和官方微信 然后呢我们就有机会请你们来到现场 跟你们喜欢的大明星做互动 也要谢谢大牌驾到全媒体联盟的合作伙伴 我们赞卡见面局地娱乐 感谢大牌驾到的舞美支持 齐步成品 谢谢你们对我们的支持 谢谢 再谢谢 感恩的心 谢谢凡凡 谢谢凡凡 哦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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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